牛刚脱下裤子准备去游泳 一回头竟然发现那友不在了 这时水面伸出一只摇晃的手臂 牛还以为这是小伙在跟他闹着玩 他轻声呼唤让小伙赶紧上来 可湖面却没有一点动静 这下牛有些慌了 他哀求小伙快点出现 就在这时 牛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等到了深夜 一个醉酒老头正牵着狗子回家 然而他们刚到门口 狗子就不断发出物业的嘶吼 认明老头怎么拖拽都不肯进屋 老头只好将狗子锁在了门外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房间其实早已掌门了一种黑色鼻涕虫 他们正在疯狂繁殖 老头毫无察觉 一屁股坐了下去 结果 第二天小说接到报案 跟着同事一起来到房子里调查 现场惨不忍睹 老头已经被砍得只剩下一具躯壳 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心里不禁伸出一股寒意 小说仔细检查 发现房间的地板上有移动的痕迹 痕迹最终直向了地下室 然而 由于地下室里塞满了垃圾 恶臭根本让人无法靠近 等小说回到办公室 女助理告诉他 一个女人家里的下水道被堵住了 非要小说过去看看 而那小说感到时 才发现女士不仅喊了他 还喊了另一个部门的卷毛 卷毛换上工作服 进到下水道里开始工作 很快 卷毛从里面夹出了一大块碎肉 这时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拉着他手里的夹子 虽然卷毛也尝试将胶子拔出来 可卷毛根本不是对手 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夹子 被不明生物拖走 卷毛吓得急忙逃了出去 与此同时 整个小镇也开始流传出 神秘怪兽吃人的传闻 然而 大部分人都只将这当成了一个笑话 并没有认真对待 迟到这天 一个老头在家修剪盆栽的时候 一条黑色的鼻涕虫 悄悄钻进了他的手套里 老头没有丝毫察觉 等他戴上手套时 突然传了一阵巨头 老头拼尽全力 想要脱掉手套 可奇怪的是 不管老头怎么用力 手套仿佛长在他的手上一般 怎么也拖不下来 老头怒了 他猛的将手砸向桌子 可还是不起作用 这时 老头望见花架上的剪刀 他赶紧拿起来 对准手套开始操作 然而手都被剪破了 手套却还是取不下来 老头无法忍受手掌传来的巨头 结果不小心用力过猛 将花架给弄倒了 老头被死死压在下面 很快 房间的女人听见动静 急忙出来查看 发现自己的丈夫 竟拿着一把斧头 对着手腕疯狂挥砍 女人急忙中到丈夫身边 这时 电线突然着火 点燃力旁的汽油 夫妻俩当场领和饭 男人在自家院子里 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碾叶 拔开菜叶 里面是一种 从未见过的小可爱 男人从未见过 这么大的鼻涕虫 手见到要去摸 结果鼻涕虫 张开长满牙齿的嘴 狠狠咬了他一口 想不到最费材的鼻涕虫 竟然能咬伤人 小帅步进来了兴趣 还捉了好几只 准备算网实验室 仔细研究 博士将鼻涕虫打开 拿出一条气针断 仔细研究 可博士不小心 忘了盖上盖子 结果没一会儿 鼻涕虫就越狱成功 竟然只体型 比他大数倍的小小鼠咬死 博士看着头皮发麻 急忙将鼻涕虫 盖回盖子 而另一边 一个女人正打算做晚饭 她实在是太懒了 还没洗菜 叫气菜下锅 根本没有发现 一只鼻涕虫就藏在里面 丈夫吃下好 当晚肚子就痛了起来 第二天 丈夫前去增加一个重要的应酬 然而刚进行到一半 丈夫就感觉身体不适 她来到卫生间 洗了把脸 可情况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有鲜血 从她鼻子里冒出来 那人赶紧将鼻血 擦拭干净 今天就是拼了老命 也必须把客户留住 丈夫重新回到餐桌上 为了一表歉意 断起酒杯猛灌一口 可不想这事 鲜血又流了出来 紧接着 丈夫发出一针痛苦的呕嚎 他忽然倒在地上 抽搐不止 嘴里更是有鲜血 不断涂出来 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 男的脸部开始炸裂 无数恶心的虫子 从他身体里钻了出来 于此同时 小说接到卷毛的电话 说他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 小说感到卷毛下号 卷毛拿出一幅地图 他说他的手下 在下水道里 发现了很多动物的尸体 而且通过地图 他惊人地发现 所有死者的家附近的下水道里 都堆满了垃圾 不仅如此 将所有与害者的地点连起来 正是下水道的结构图 卷毛大胆推测 下水道里 可能藏着什么杀人的怪物 小说想到了那些奇怪的鼻涕虫 他们来到博士家 从博士口中得知 这些鼻涕虫和以往的完全不一样 它们嗜血成性 而且年龄里附带麻痹毒素 这也是为什么 遭遇它们袭击的人 都无法活下来的原因 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 这些虫子雌雄同体 可以实现自我繁殖 并且速度极快 只要几个小时 就可以反映成像上万只出来 等小说回到办公室 电话流传了妻子焦急的呼喊 小说瞬间慌了 它急忙朝家里赶去 尽管早有准备 让眼前的一幕 却还是狠狠将它正经了 这件鼻涕虫竟然顺着水管 从水龙头里爬了出来 可见它们已经入侵了 整个供水系统 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会被它当成食物吃掉 这种变异的鼻涕虫 入侵了整个城市的供水系统 它们人若为食 并且繁殖迅速 只需几分钟 就可以将一个成年人 啃成一具骷髅 如果不停止供水的话 那么城市的人 都会成为它们的食物 可老头作为卫生局局长 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这番鬼话 他生气地将小说赶了出去 随后又拿起汉堡 准备继续享午餐 可他没有发现 一只鼻涕虫 已经顺着马桶爬进了他的房间 躺了许久 女助理也不见老头出来 他走进办公室 发现厕所的门虚眼正 女助理缓缓靠近 结果眼前那一幕 差点没把他吓死 另一边 小说找了各大领导 可是没有一个人 相信他的话 苦难之下 小说只好来找博士请求帮助 幸好博士已经发明了一种 猩猩杀虫剂 对这种变种鼻涕虫 有极大杀伤力 可整个城市的鼻涕虫 根本数不尽 想要将它们一举消灭 就必须将它们聚集起来 小说想到 第一个死者家 肯定就在这些虫子的柱巢附近 于是他让博士 制造更多的杀虫剂出来 然后由他又找到卷毛 想和他联手渗入下水道 去将虫子的巢穴炸毁 卷毛为了家人的安危 想也不想的就同意了 然而这次行动 九死一生 在出发前 他们各自和家人道别 此时他们才发现 鼻涕虫已经大面积入侵 他们必须尽快开始行动 一切准备就去好 小说和卷毛换上防护服 来到了下水道 果然这里已经成为了 鼻涕虫繁衍的天堂 黑压压的一片 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 但小说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为了拯救整个城市的人 小说上的电线 直接将整条水滚的鼻涕虫 垫成了烤肉 但这样还远远不够 他们继续朝虫子的巢穴前进 越往前 道路就越是狭窄 他们必须小心谨慎 以防被虫子钻进身体 可很快 他们就被一大群虫子 拦住了去路 小说想另找出路 可时间已经不多了 小说只能拉着他 从虫堆里跑了出去 另一边 博士已经赶到了约定的地点 他将警告撬开 现在只需要等到小说 他们找到巢穴 然后由博士喷散药剂 就大功告成了 终于小说二人一番寻找 可算是找到了虫子的老巢 他们将提前准备好的碎肉 丢进水里 借死来让全部的虫子聚集 然而不妙的是 他们正打算撤退的时候 虫子已经将他们的后路 全部封死 小说赶紧呼叫博士 让他打开上面的警告 可不巧的是 博士却不小心 将呼叫器放在了车上 最终卷毛被水流冲进虫堆 他奋力挣扎起来 小说见此 急忙势手取救 可很快 虫子又爬遍了卷毛全身 小说还不可放弃 又爬到水管上 一气倒挂金钩 想将卷毛拉上来 可最终 小说还是失败了 来不及被伤 小说急忙回到地面 他拿起刹虫子 碰向虫子的老巢 终于在一身爆炸身中 虫子的老巢成功被炸毁 恋然顺着管道 杀死了所有的虫子 终于相信了小说的话 可小说的回应 只有一句话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后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赏好